大家好 各位早晨 其實我也喜歡看The Rock的電影 無論拍什麼電影 我覺得也有一定的娛樂性 而且他不是一個目綠的大隻佬 他的面容五官 他能夠動動 令事情更有趣 他能夠演戲 所以我也喜歡看他的電影 尤其是他之前也拍過一些類似災難片 San Andreas Rampage 也挺好看 所以我對這齣戲也有期望 雖然他在演戲之前 他的圖片被人恥笑 即是說你的圖片由大廈一邊 跳進大廈裡面 但根據那個角度其實是不可能的 但是這些電影可不可能的 被人理會 隨便吧 好打就行了 他這齣戲 初頭 我就這樣看他的圖片 各方面 我就以為他是純粹一個災難片 原來不是 其實他是一個大客電影 只不過那間大廈還著火 你可以說是一個有災難片元素的大客 其實是 故事是說 他是一個FBI agent 以前 以前 後來因為一次任務 他就斷了一隻腳 所以他就退休了 所以他後來就做一些 security 類似的事 後來有一次 因為香港說到有一間很高的摩天大廈 所以就聘請他去看看他們的系統各方面 所以他就去那間大廈做事 後來就出現了一些壞人 這些壞人可以當作是大客人 這班大客人 他就佔領了那間大廈 並且搞到著火 所以就碰巧 這個The Rock的老婆 和他兩個女兒就在這間大廈裡面 所以其實這齊戲是說他如何救回他的家人 他面對兩個挑戰 首先就是著火 那間大廈很高的 他下不回來 另外就是有一些壞人在裡面 另外加上有些警察懷疑他在追蹤他 這齣戲我覺得是有點失望 不是完全失望 我不會說是爛戲 因為這些戲 你預期有大場面 那些大場面是拍得好看的 當有大場面的時候 這齣戲是刺激 是好看的 總之你看到The Rock做那些動作 是有趣的 那部份其實是OK的 但是這齣戲 我覺得失望的地方就是 首先他的角色是淹滿 因為The Rock就算做一些很淹滿的電影 但是有時候他那個人的樣子是挺搞笑的 他做到那些樣子 其實是 但是在這齣戲裡面 他幫不了事情 他搞不起那個氣氛 大家都很嚴肅很認真 所以其實過了龍的話 是會令到那個氣氛 就是嚴肅過龍 就減低了 就是出戲應該有的娛樂性 就是當所有角色都很認真的時候 這齣戲就是這樣 就是從那些賊到警察 到一些無辜的市民 各方面 各方面 所以那個娛樂性 就是因為那些角色的原因 就是減低了很多 再加上他各方面的情理 就是有很多事情 就是我覺得是一般的 就是我覺得是一般的 就是例如 有一部分 就是說他那個老婆 其實他已經是脫離了險境 然後他就跟那些警察會合 錄口供 問一下他怎麼搞 後來就說到那些警察 看電視各方面 然後在那裡討論案情 好像很英明 他老婆在旁邊 聽完 然後他老婆插嘴 參與討論 積極參與討論 因為那些警察 又聽他說 然後甚至乎 去到他們要去某一個位 去追截他一些壞人 他帶了他老婆去 有沒有搞錯 他老婆不是警察 沒有這些背景 他純粹是個 老婆 他就是The Rock的老婆 他唯一身份就是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他突然間 參與這些 參與香港警方的追截壞人 這些過程 然後他們去到某一個位 然後就對付那些壞人 因為那些壞人 在整棟大廈 然後他老婆就拿手機來玩 在那裡討論 然後警察其實也有 承認這件事 他說 喂 那個電話好像很重要 你還沒亂來 然後他老婆不理他 在那裡討論 然後警察就任由他 然後他討論一下 搞到大廈發生了一些變化 然後警察就問 為什麼你可以做到這樣 哈哈哈哈 真的離譜 這齣戲 真的嚴重受辱 香港警方的智慧 簡直就是 除了這部分 例如很多位 The Rock 他是一個英文人 那些警察追他 然後他用英文向他們解釋 那些警察當然不理他 繼續射他 這部分 我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他們 魏晉畢業 其實都未必聽得懂 他講什麼 因為他講英文 其實這樣的戲 我覺得 我又不會說 要求他的故事 很嚴謹 但是這齣戲 從頭到尾 有很多細微的位置 例如普通市民 他老婆突然撿起恐怖分子 電話拿來按摩 這些位置 會覺得 咦 為什麼會這樣 有沒有搞錯 他有很多這樣的位置 從頭到尾 那就是 形成 變成 一個 Distraction 所以 幫不了這件事 我覺得 這齣戲 有點浪費 因為The Rock 我是寄望 一出更加有娛樂性的電影 他又不是沒有 他拍的那些大場面 就OK 但是 因為The Rock之前 好像我一開始說 他之前是有拍下 其他災難片 比這齣更加好的 你會覺得這齣戲 好像有點可有可無 所以這齣戲 我給他評分是C 如果你有機會 就看一下模仿 但是 其實 有其他更加好的選擇 有其他更加好的選擇